第165集 其实,正探觉得,如果那只豹纹猫保持着自己第一次见到它那时候的状态的话,就算被带去逗猫,未必会失败。 关键是在第二个主人的时候被训过,猫不好训,狂野的性子根深蒂固,所以训猫师所谓的训练想要在短时间内摸摸它的性子,应该会采取一些极端点的手段。 第二次正探见到那只豹纹大猫的时候,它确实性子软了很多,以那样的状态去打架,就算凭着体型优势,也未必能够次次都赢过那些在野外拼杀存活下来的猫。 这天,正探吃过晚饭之后,再次溜到老楼区那边。 想到二毛说的那些话,正探挺同情那只豹纹猫的。 作为宠物,能够遇到一个好的主人确实是天大的幸运。 相比之下,正探越发觉得留在娇家是最好的。 正想着,正探抬头看向前面,那只豹纹猫蹲在那里,看到正探之后立马起身,不像上次那样摆出一副警惕的样子,而是转身就跑。 正探无语,自己看着就这么可怕吗? 那只豹纹猫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小了,正探心里吐槽。 正打算过去那户人家那边看看,没想到还没走几步,正探就发现那只豹纹大猫去而复返。 与刚才不同的是,他嘴里还叼着一只,正是那只猫崽子。 正探挺奇怪,这家伙叼着猫崽过来干嘛? 那只豹纹大猫朝正探走近,一开始那只豹纹大猫脚步还有些犹豫。 一步步慢慢挪,发现正探没表现出攻击的意思,也没表现出什么恶意,步子便快了起来。 被叼着的小猫仔有些迷茫,显得很无辜,不知道自己母亲要干什么。 看着越来越近的猫,正探心中涌起一股不太好的预感,很想直接扭头就跑。 在正探挪脚打算跑之前,那只豹纹猫在离正探半米远的地方挺住,将嘴里叼着的小猫仔放下。 小猫仔落地之后缩着看了看周围,大概是嗅到母亲熟悉的气味,胆子又大了起来。 在那只豹纹猫身边腻歪,却被那只豹纹猫用头往正探的方向倾顶。 正探哑然,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? 小猫仔还没意识到自己母亲的用意,反抗无效,被顶着往正探那边挪。 小猫仔看到正探时,立马又翘着尾巴跑过来,跟正探的手掌弯。 猫仔牙齿是长了,但咬着的时候也没多少力气,正探不觉得疼。 正探看了看在自己手边扑腾的小猫仔,在看向那只豹纹猫的时候发现,那只豹纹猫已经往回走了。 喂,你儿子忘带了? 正探看着那只豹纹猫越走越快,步子快了之后后腿就看出毛病来,步子们平衡,跑起来的时候看着有些薄。 这不是重点,重点是,那只大猫他把猫仔子叼过来之后就自己跑了。 正探将完的压根没注意自己被母亲抛弃的小猫仔往回拨,小猫仔还以为正探在跟他玩,扑腾得更起劲了。 等他往回看,发现母亲越跑越远的时候,小猫仔叫了几声,往那边追过去。 可惜小胳膊小腿还发育迟缓,跑两步就打了个滚。 在小猫仔叫的时候,那只大猫停下来往回看了看,然后扭头接着跑。 小猫仔的速度根本跟不上,很快小猫仔就发现母亲不见了。 他也追累了,坐在原地,看着远处漆黑的巷子,小声喵呜地叫着。 正探现在是明白了,那只大猫想让自己帮着带孩子。 帮别人养孩子这种事情老子可不干,他妈都不管他,老子管个球。 正探转身也打算离开。 小猫仔终于记起来,还有只猫在这里,往正探的方向瞧了瞧,然后起身颠颠追过去,跑两步滚一圈,起来再接着跑。 可惜,小猫仔毕竟是小猫仔,怎么可能比得过大猫的速度? 更何况是正探这样的,没几秒就看不见影了。 正探跑到岔口那里,听着小猫仔的叫声,停下来蹲在那里想着想,然后轻脚又回到拐角处。 从那里小心探出头,看向那个已经满是建筑砖瓦废渣的巷子里。 那只小猫仔没大声叫了,正迷茫地蹲在原地,不知如何是好,发出轻轻的喵污声。 正探缩回脖子,想了想,又探出头看向那边,纠结了一会儿,抬脚将旁边一个小石块踹了下,石块被踢出去,滚落的声音将小猫仔的注意力吸引过来,他也看到了拐角处的正探。 巷子里唯一的路灯下,暗淡的灯光中,那团毛茸茸朝正探走了过来,雨滴坠落打在一些玻璃瓶和金属板上发出声响。 正探看了看天空,心里骂道,麻痹的天气预暴,说好的晴朗一周呢,说好的事宜外出呢,还让不让人愉快地溜弯了。 雨滴落得越来越急,看着两步一滚的猫仔,正探快走几步,一把将它捞起来,直立起,用两条腿跑进没有灯光的黑暗巷子。 反正这周围已经基本没人,就算有人也看不到。 现在这个时候,楚华大学那边的人应该很多,自己这样子跑过去不太好。 正探想了想,拐弯朝湖边的别墅那里跑去,反正这里离那边也不远。 重要的是,那边现在没多少人。 正探专门找到不引人注意的小路,以及遮挡物比较多的地方走。 走到别墅群附近的时候,正探跳起越过一层灌木丛,落地时脚底打了个滑,差点栽一个跟头。 正探索性停下来喘口气,却发现,前面不远处一个垫子门口,撑着的大伞下,一个小孩站在那里看着正探。 小孩正抱着饮料,往饮料瓶子里咕噜咕噜吹着泡泡玩。 突然看到这一幕,一击洞扑的一下,将杯子里的饮料给吹溅了出来。 小孩也没雇上饮料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正探。 正探界发现自己的只是个屁大点的小孩子,没在管。 看了看路线之后,捞着小猫仔窜进两部远处的绿化带树林,继续往湖边的别墅那里跑。 等正探跑开之后,小孩的妈妈从垫子里面走出来,抱起小孩,撑开伞,准备回家。 看什么呢? 小孩的妈妈问,一只大猫抱着一只小猫,就这样子跑了? 小孩弯起一只手臂,做示范。 小孩的妈妈往周围看了看,瞧见街道对面那家玩具店橱窗那里,摆放着两个一大一小的猫猫玩具。 笑了笑,继续听小孩讲。 他觉得,小孩子的想象力真丰富。 正探带着小猫仔来到那栋别墅的时候,雨已经下得有些大了,正探身上已经沾了很多雨水。 小猫仔被正探抱着,身上没怎么湿,比正探情况好些。 在将房子租出之前,焦爸还在边上装了个小梯子,人不能凭这个上去,梯子承重不行,只能承担一只猫的重量。 梯子也很小,猫用正好。 当时冯博金也没在意,还感慨这家人对猫真好。 正探平时其实并不怎么借助这个小梯子,他能直接找地方沿墙爬上阁楼。 省市方便还自由,想怎么上就怎么上。 今天抱着一只猫仔,不方便爬墙,于是便从梯子爬了上去。 打开阁楼的一个窗户,正探翻进去,合上窗子,将雨水和风挡在外面。 打开窗子旁边的一盏台灯,其实不开灯也无所谓,正探能适应这里的黑暗环境。 开窗子旁边的灯,不过是告诉楼下的人,现在在阁楼上活动的是正探而不是其他小偷。 正探记得阁楼的那个柜子里面有不少东西,老太太没带走,比如毛巾类。 毛巾很久没用过了,但很干净。 正探翻出了一条出来,将猫仔给裹住,省得它冻着。 这天气虽然气温不算低,可猫仔毕竟脆弱,容易染病。 阁楼铺的木地板,很干净。 正探直接在地板上垫上几条毛巾,将猫仔放在那里。 猫仔一直叫。 正探不知道他是饿了,还是想表达其他意思。 看了一圈,阁楼上的那张单人床上放着一个小老虎的毛绒玩具。 那是老太太买了本来准备送给一个朋友家孩子的生日礼物,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换了其他礼物。 这个小老虎并一直放在这里。 老太太搬走的时候也没有将它带走。 对老太太来说,这个玩具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。 正探平时来这里的时候,偶尔拿它当枕头枕着睡觉。 正探将那个快与自己一样大的毛绒玩具给拿下来,放在猫仔旁边。 或许猫对于软软的毛绒类的本就容易亲近。 猫仔凑过去,还伸爪子碰了碰。 猫仔注意力被转移,没怎么叫了。 正探便待在一旁,拿着一条毛巾擦脚。 一路过来,脚上也沾上了很多泥,地板上也被踩出一个个泥脚印。 不过明天楼下那个大妈会上来打扫。 焦爸曾表示每个月支付一笔清理费,被那位大妈给拒绝了。 其实那两位大叔大妈从冯伯金父母那里拿到的工资,能直接甩一些白领几条街,也不在乎这点清理费。 焦爸租房子的时候就说过,正探在这边待过很长一段时间,所以对这里很熟悉。 会开柜子和窗门,这也是提前跟冯伯金他们打个预防针,爽得以后看到正探开灯开柜子之类的吓着。 冯伯金站在通向阁楼的楼梯口,刚才他出来吁吁,突然听到小猫的叫声。 出去看了看,阁楼那里窗户边的灯打开了,说明房东家那只猫这时候在阁楼,只是那只猫平时也就翻窗子进去睡个觉,也没听说有小猫啊。 虽然现在没怎么听到小猫叫了,但冯伯金还是好奇,他悄悄踏上楼梯,来到阁楼房间的门前贴在门上偷听,又听到一声小猫叫。 冯伯金这次真确定了,里面肯定有一只猫仔,那绝必不是成年猫的叫声。 想来想去,冯伯金想到一个可能,房东家的猫生猫仔了。 但是转念一想,每天离审都上去打扫,也没看到猫仔。 今天刚出生的,刚出生的小猫就能这么叫了? 好像也不对,也不像是刚出生的那种。 难道房东家的那只猫其实早生了,只是一直将小猫藏着? 莫非房东其实知道,只是一直没明说,也因为这样才不租阁楼。 那边冯伯金脑洞大开,思维已经不知道延伸到哪儿去了。 这边政探压根不知道自己被扣上若干个帽子。 此时他正想着该怎么处理这只小猫仔。 相比起大小米,这小家伙太弱了,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。 反正正探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养一只猫仔。 那只豹文猫真是给自己出了个难题。 既然那只豹文猫将小猫仔叼出来,肯定有他的原因。 正探也没再给送回去。 留这里让冯伯金他们帮着养。 正探对租户还不怎么了解,一时下不了决定。 他心里也并不想将猫仔给带回焦家去,焦家有他就够了。 可是,如果没有其他选择的话,正探就真只能将这只给带去焦家了。 正探现在真想抽自己一巴掌,烂好心。 正想着,正探听到敲门的声音,门支压地打开。 阁楼的房间门一直都没锁,这也是方便楼下大妈上来打扫。 冯伯金在好奇心驱使下扭动门锁,打开门往里瞧。 阁楼的房间里面对冯伯金来说偏暗,好在房间不大。 借助窗户旁边的灯光,冯伯金看到了一旁正挽着毛巾的黑猫,以及地板上的那一坨。 仔细分辨了下,冯伯金才从那一坨中找出小猫仔来。 没办法,那只老虎玩具挡住光了。 看清楚之后,冯伯金顿了顿,然后立马转身下楼。 李沈,楼上有只猫。 我知道,房东家的那只嘛。 李沈正在一楼看电视。 不是,一只小的,很小的一点。 怎么了?难道是房东家的猫在楼顶生仔呢? 那位大叔也凑上来问道。 肯定是。 李沈立马站起身,准备上去瞧瞧。 听说母猫生猫仔之后,喜欢挪窝,难怪我平时没找到呢。 估计是因为下雨,又搬回来了。 自以为找到真相的三人往阁楼跑。 一开始,李沈还怕母猫互宰。 发现正探一点都没反应之后,就上去瞧了瞧。 哎哟,作孽呀,这么小的猫长得真瘦,大猫太不负责了。 李沈说着还不满地看向正探。 正探哑然,这尼玛是什么眼神?控诉谴责吗?她受关老子屁事。 那边三个人还围着小猫仔谈论着,正探越听越不对劲。 知道自己被生仔之后,正探撕巴达了。 尼玛那不是老子的种,更更不是老子生的,老子是男的,男的。 可惜,那边三人无法听到正探心中被羊头头踩踏的冤曲。 小猫仔虽然不怎么怕人,但对于气息陌生的生物还是很排斥,一直叫唤,被抱起来的时候还一直挣扎。 只不过大概是折腾够久,也饿了的缘故,没什么力气。 这牙都长这么多了,已经一个多月了吧,怎么养的,瘦不拉急。 我去整碗鸡蛋羹。 说着,李沈就往外跑。 住着周围的人请保姆的不少,所以这位李沈住这里这段时间,出门买菜或者散步也碰到一些人聊聊,知道不少事。 前两天她就听一个保姆抱怨帮助人家照顾一只小猫。 李沈当时也没多注意,只记得部分内容,猫仔的食物要不凉,不热,不硬,不干。 她记得那人好像说过做鸡蛋羹了,只是不知道这只小猫仔吃不吃。 不管怎样,试试也好,就一个鸡蛋羹而已,看这只猫仔瘦的哟,唉。 很快李沈便整了碗鸡蛋羹上来,先沾了点到小猫仔的鼻子上,她自己给舔掉了,因为嗅到食物的香味,精神足了很多,看来还是吃的。 李沈满意地挑了一勺鸡蛋羹,摄了食温度,递到小猫仔嘴边。 小猫仔现在也不挣扎了,就埋头舔勺子里的鸡蛋羹。 看着那三人围着小猫仔,政探觉得这几个租户其实还不错,让他们养着也好,省得自己再费心。 一件事情解决,政探看了看窗外,没下雨了。 这时候也该回去。 于是,政探拉开窗户,跳了出去。 政探从阁楼下去的时候,还听到阁楼那里大妈在数落着。 这妈怎么当的? 崽子还在这边,她倒直接跑了。 气得政探差点直接从阁楼窗外摔下来,妈的,冤死了。 第二天,政探去湖边别墅那里的时候,李沈不在,听那大叔的说法,好像是送小猫仔去宠物中心看看,顺便买点合适的猫粮之类的。 与此同时,老楼区那边,鲍文猫所在的那户人家准备搬走了。 小猫仔呢? 小孩的父亲问。 不知道。 昨天看着大华将猫仔给叼了出去,晚上他独自回来的,我出去找了一圈,没找到,估计是被谁捡走了吧。 小孩的爷爷说道。 这样也好,那么小的猫跟着咱也是受罪,小猫可不比大猫,脆弱着呢。 这种猫已经有灵性了,知道猫仔子跟着会受大罪,估计想到什么办法给送走了。 小孩的爷爷感叹道,那只大猫是他从一个开馆子的牌友那里买的,家里小孩看中了大猫,买回来之后发现那猫怀了猫仔。 可惜因为身体原因,再加上没有好的条件。 三只猫仔,存活下来的就一只,虽然瘦瘦小小的,但老人相信,那只小猫仔以后肯定能长得很壮。 小孩的父亲可不相信灵性不灵性的,不过他也不多说,反正不带上猫仔对他们有好处,不然这一路铁定地折腾够呛。 这次他打算拿着赔偿款去沿海做生意,脱家带口的,路上也不好熬。 带猫仔确实很不方便,他想过将猫仔送人,昨天还跟这边一个朋友说了,原打算今天趁两个孩子不注意就给送过去的,没想到这只母猫自己叼走了。 今天家里孩子问起,他们就说小猫仔跟着他爸爸走了。 两个孩子还故意,老旧的面包车离开社区的时候,车里,那只鲍蚊大猫待着后车窗处,看着老楼区的方向,直到再也看不见影,才顺着小孩子搂着的动作回到座位上。 楚华大学,中午焦爸骑着小电动准备回家睡个午觉,被路上遇到的冯伯金给叫住了。 冯伯金本来昨天就想打电话的,可是想起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,觉得太晚,便没打电话,今天碰上也正好说说。 冯伯金骑着没买几天的电动车跟上来,想了想对焦爸道,焦老师,您家那猫生猫仔了,您知道吗? 知,焦爸正骑着电动车,闻知,一个急刹车停在那里。 焦爸将小电动停下来之后,看向冯伯金。 风太大,刚才没听清,你再说一遍。 冯伯金看了看道路两旁种植的高大梧桐树枝上微微百动的叶子,有些搞不懂焦爸的意思了。 昨儿晚上,冯伯金他们三人都一致认为房东肯定知道他家猫生猫仔了,所以才那么看重。 但现在看来,房东先生好像对这事还很惊讶。 江车倒回来和焦爸并齐,冯伯金再次说道,您家那猫生猫仔了。 焦爸哑然,这笔发现红化潮鼠还要让焦爸震惊。 不过,震惊之后,焦爸知道这事肯定有误会,估计是自家那猫儿子从哪儿捡回来的,又或者真是他的种,只是母猫不在。 不管怎样,焦爸又将这件事情弄清楚,也不急着回去了。 焦爸收敛了惊讶的表情,说道,猫仔,我家那个是只公毛。 公毛? 这次轮到冯伯金惊讶了,他也曾怀疑过,可昨天李沈说只有母猫才护载,公猫很多会直接咬死小猫的。 以前李沈遇到过几次公猫咬死小猫的事情,冯伯金问出了自己的疑惑。 野外的成年公猫可能会咬死其他不入期的小猫,不过现在饲养的宠物猫性子随和一些,有些与小猫还相处得很好,甚至可能会帮忙照顾。 焦爸说道,你现在回去别墅那边吗? 嗯,下午没课,现在准备回去。 那行,你先等我一会儿,我去趟院里,然后跟你一块儿过去看看。 焦爸说道,行。 冯伯金直接将车停在旁边等着,同时给别墅那边打电话通知一声。 焦爸开车回院里面拿了点东西,也没回家,跟焦薇说明一下,让他中午帮忙照顾小柚子之后,直接和冯伯金去了湖边别墅那里。 这时候黎沈已经带着小猫仔从宠物中心回来了。 检查效果还好,猫仔以前受苦了,营养跟不上,好好养养就行,过一个多月后再去打疫苗。 黎沈从宠物中心那里买了很多猫粮,连带着还买了一些幼猫用品。 焦爸和冯伯金过去的时候,黎沈正在厨房忙活。 那位管家大叔拿着宠物中心赠送的小册子在看,小猫仔现在没放在阁楼了,就直接放在一个清理出来的客房里,以前那里也没怎么住过人,现在整理了一下,放得正好,离得近,方便照顾。 从宠物中心回来,小猫仔就一直叫唤,黎沈将昨晚上那个小老虎玩具放他旁边后,小猫仔的叫声就渐渐停了,也很快睡着。 焦爸来到那个新作的猫窝旁,看着躺在里面和老虎玩具待一起的小小的一团。 以毛色来看,倒是有可能。 小猫仔身上的毛偏深灰色,仔细看的话,能看出一些斑点状的颜色更深一些的,近似黑色的花纹。 不过猫狗也不好简单凭毛色来看。 焦爸拿出相机拍了几张照片,然后用手轻轻戳了戳猫仔。 猫仔睡得很熟,被焦爸戳几下,只是砸吧砸吧嘴,聊了聊嘴巴,换个姿势继续睡。 焦爸站在旁边,听冯博金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仔细说了说。 这样看来,是焦老师家那只黑猫捡回来的了。 李沈听说房东家的猫其实是公猫,现在对正探的不好看法也淡了,还觉得正探在做好事。 李沈认为这只小猫仔肯定是被抛弃的,要是好好照顾的话,哪能长这么瘦? 同时,李沈心里也高兴,既然不是房东家那只猫生的,只是捡回来的五主猫仔,自己也能养了。 他昨晚上忙活了一阵,今早上带着猫仔去看病,心里也挺喜欢这只猫仔的。 刚搬来的时候还想着什么时候养只宠物,平时节节闷呢,没想到就碰到了这小家伙。 冯博金一看李沈在旁边自己乐呵,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,不过没说啥。 看了看旁边沉思的骄霸,问了问他的看法。 骄霸的意思是,如果是自家猫儿子的种,肯定带回家自己养着。 他们家再多养一只猫也没什么,虽然地方小了些,但猫嘛,能解决食素问题就好,要溜弯直接跟着他爹就行。 如果不是的话,既然李沈想养,就留在这里吧。 只是,怎么验证? 冯博金看着骄霸从兜里掏出一双手套戴上,又从包里拿出一个袋子,从里面拿出一根棉签,伸进小猫仔微微张开的嘴巴里面。 小猫仔估计还在做梦,也没睁眼,估计将嘴里的东西想象成什么美食了,还抱着咬了几下。 骄霸将棉签拿出来后,放进一个小的塑料圆筒里,将塑料圆筒收好,还用封口袋封起来。 看着骄霸这一系列的动作,冯博金在旁边张了张嘴,觉得不可思议。 看这样子,这是要做DNA鉴定的节奏啊。 冯博金长这么大,只见过人做亲子鉴定的事情,还从来没碰到过给宠物做这玩意儿的。 该怎么说? 只能说,这房东将那只猫看得太重了,前有坡顶阁楼,现在还整个亲子鉴定,至于吗? 冯博金很不明白,虽然觉得这样者没必要,但冯博金好奇之下,还是配合工作。 结束后硬拉着骄霸在这里吃午饭,聊了聊猫的事情。 关于正探的事情,骄霸没有多说,冯博金也没再多问。 等骄霸离开的时候,还让骄霸得出结论之后跟他们说一声。 从别墅这边离开,骄霸回了大院一趟,没见到正探。 这时候,正探已经送小柚子去学校了,估计待会儿接着出去溜湾,暂时堵不着。 骄霸便回了院里。 办公室里,骄霸给袁智仪打了个电话。 亲子鉴定?还是给你家那只招财? 袁智仪惊讶道,你想搞个血型的,还是DNA的? 袁智仪之所以惊讶,不是觉得骄霸这是匪夷所思,只是觉得有些惊讶而已。 其实,袁智仪认识的人里面就有给宠物做过类似鉴定的。 不过那些鉴定的对象都是比较高端的那种,比如脏骄等身价比较高,同时对血统要求也高的类型。 还有一些玩赛马的人也有对马匹进行加系鉴定的。 那些负责鉴定的人工作的种类还挺多,比如针对动物宠物的各种亲缘关系DNA鉴定,个体身份的鉴定。 某些高端种群名门望族DNA家谱制作,DNA证据采集鉴定以及加系鉴定等。 不过,到现在袁智仪只听说过狗和马等动物。 至于猫的,袁智仪这是第一次碰到。 储华市好像还没见过类似的鉴定公司和部门,不是说存在什么技术上的问题,主要是,以一个商人的眼光来看,这没有市场需求,不人缘之仪也早往这方面开拓了。 相对而言,人类亲子鉴定的方案早已经有了很固定的模板。 一套鉴定程序下来,成本也就较低,可宠物就不一样了。 以犬类而言,宠物犬的种类太多,要做得精确,不同种类犬之亲子鉴定的实验流程方案也可能就不同了。 而单独设计出一套鉴定方案成本太高,估计得要个几万块,比大多数宠物的身价都要高多了。 没事谁愿意往这上面砸钱,前些日子还听说,有个养名犬的人花大钱配优良纯种后代,结果最后发现生出了一窝砸毛,还打官色了呢,甚至还说要验DNA给狗搞个亲子鉴定。 最后发现成本太高,还是私下里以其他方法解决的。 先做个DNA鉴定,样本我已经取到了。 焦爸说道,他倒是可以知道问自家猫儿子,可是理论证据足一些也安心。 那边袁志怡顿了顿,突然道,差点忘了,你自己建立的那个基因数据库里,有你家那只招财猫的。 祸曹,你早防着这天了是吧? 焦爸没回答,而是道,你待会儿派人过来我只拿样本。 袁志怡的公司有几个部门是负责引物合成,样本测序和一些相关实验的。 而这些业主主要是针对楚华市的各个高校,每个高校都有几个人负责相关业务。 行,我给负责楚华大学那边的人打个电话。 袁志怡动鼠标在电脑上查了查这边负责送样品的人。 对了,你那父子也去掉了,啥时候出来,咱们几个一起喝一杯。 把这事解决了再说。 不解决这事,焦爸心里不畅快。 行,有结果了,我通知你。 放心,我专门安排可靠的技术人员给你做这个鉴定。 由于是袁志怡这个大老板特意叮嘱的事情,进展快,不需要编号排队。 负责鉴定的人也是经验丰富的老手。 两天后,焦爸拿到了鉴定结果。 对比数据库里面早就给正探建立的基因数据。 焦爸晚上回家之后,将正探叫到房里问话。 正探吃完晚饭正准备去别墅那边看看猫仔。 今天下午他去老楼区那边逛了一圈,发现那边的人都已经全部迁走, 豹文猫也不在了。 想到那个瘦小的猫仔,才决定过去走走, 没想到被焦爸给堵着了。 黑探,你捡的那只猫仔就给冯伯金他们养吧。 焦爸说道, 那正好,我也觉得给他们养不错。 正探心道, 看着正探无所谓的样子, 甚至还有点松口气的意思。 焦爸拿起手机准备给冯伯金打电话。 想了想, 冯伯金不知道有没有客, 并直接打给别墅那边的电话。 接电话的是黎沈, 听焦爸说猫仔就让他们养着, 黎沈很高兴, 甚至还提到让正探多过去玩。 在焦爸打电话的时候, 正探跳上书桌, 准备看看焦爸是不是在网上逛宠物论坛, 却发现鼠标旁边放着一份文件, 上面还有一些正探看不懂的图。 不过, 图虽然看不懂, 可下方的字正探认识。 看清楚上面说的东西后, 正探在觉得平渊昭雪, 洗清冤屈的同时, 还有一种很炯的感觉。 焦爸这乃牛人也, 不然谁会给一只猫做这玩意儿啊? 因为小猫仔的事情, 冯伯金三人跟焦爸倒是熟络了很多, 没了一开始的房东跟租户的那种公式化的交流。 小猫仔的名字是冯伯金取的, 因为猫仔总喜欢将那个老虎玩具放在窝里, 没有那个老虎玩具就一直叫。 所以, 冯伯金直接给他取名叫虎子。 虎子这名字, 有的人小名叫这个, 焦爸他们老家那边就有不少人小名叫虎子, 但也有一些宠物叫这个, 尤其是宠物犬。 李沈和那位大叔都挺满意这名字的, 小家伙虎头虎脑, 现在瘦小, 不一定以后也瘦小。 正探过去看看小猫仔的时候, 那两位大叔大妈正站在旁边看着小猫仔玩耍。 宠物医院的人在跟虎子检查的时候, 还跟我说这小家伙以后肯定长得又高又壮。 李沈乐滋滋说道, 那是人家安慰你呢, 就这么点儿小猫仔, 父母也不知道长啥样子, 以后谁知道会怎样呢。 那位大叔迟到, 不过, 正探瞧着, 这大叔说话的时候, 看向小猫仔的眼里带着笑意, 明显也是喜欢的。 虽然这大叔总说他比较喜欢狗。 小猫仔这几天状态明显好了很多, 扑腾着毛球, 精神得很。 正探在边上看了会儿便离开了。 以后等着小猫仔长大, 估计又是个不安分的。 想想那只豹文猫就知道他的基因不错。 而且, 正探怀疑那只豹文猫估计就是在逗猫场怀上的。 如果继承了凶悍厚斗的性子, 等他长大, 这片地方还能安宁吗? 三个月大的猫相当于人类的五六岁, 一岁相当于人类的十三到十五岁, 两岁相当于人的二十四岁。 一般来说, 猫的青春期在一岁到两岁, 这么看来, 只要一年时间, 这小家伙就成长起来了。 以花生堂为参照, 那家伙长大之后, 没事出去圈个地盘打个架, 以后这俩队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, 想想就头疼。 离开那栋别墅之后, 正探没有立刻就离开这片地方, 而是走到湖边沿着路走一圈。 湖里一条愉悦出水面, 又咕咚一声落回去。 正探正欣赏着湖边的风景, 突然听到路边的绿化丛里几声猫叫, 那是打架发出的叫声。 盯着那边看了看, 很快, 嗖嗖的, 两只猫接连从绿化丛里跑出来, 跑前面那只猫长得稍微壮一些, 而后面那只, 正探认识, 这不就是二毛他姑姥姥养的那只三条腿的带帽帽吗? 正探之前就听二毛说过他姑姥姥家住在靠湖的房子, 只是正探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湖。 他第一次来这周围的时候, 也想过那老太婆会不会在这里住着, 当时没去细找。 现在看来, 那老太婆还真在这儿。 那老太婆家的三腿带帽帽残了一条腿, 但正探深知这家伙飙悍得很, 抓老鼠都能抓到那种又大又肥的, 现在也证明, 这家伙不仅能抓老鼠, 连打架都不落下风, 没看前面那四只健全身体健壮的猫被他追着打吗? 那只带帽帽似乎也认出了正探, 朝正探这边看了眼, 没其他多余的动作。 刚才追打的那只猫跑远之后, 他也没再追击了, 也没溃探, 扭头往另一边走。 正探跟了上去, 这只带帽帽应该要回去了, 他也顺便跟过去看看二毛他姑姥姥到底住哪里, 弄清楚之后, 以后来这边六弯就绕着走。 那只带帽帽慢悠悠走着, 走动的时候能很明显看出与其他四只健全的猫不一样, 不过跑起来就不一定了, 正探可不敢小看他。 二毛他姑姥姥居住的地方, 离冯伯金他们住的地方稍微有些远, 也是一栋二层别墅, 比冯伯金那边的稍微小一点, 但院子大一些。 正探看着那只猫翻过围栏进去, 便探头往院子里面看了眼。 院子里放着个轮椅, 轮椅上正是那个老太婆。 哟, 小黑探, 稀刻稀刻。 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婆眯着眼睛说道, 似乎对正探的到来很高兴。 正探没想到露个头, 就被那老太婆发现了。 他真没打算进去打招呼显示存在感, 只是想确认下老太婆是不是住这里, 没想到这老太婆的观察力这么敏锐。 那只带猫猫进去之后, 就跳进老太婆怀里, 找了个觉得舒服的姿势, 趴着闭起眼睛, 对周围一切漠不关心的样子。 见正探没进去, 轮椅上的人又朝正探招招手。 小黑探, 来, 过来咱说说话。 正探犹豫了一下, 他总觉得这老太婆古里古怪的, 摸不准他到底在想什么。 不过, 就算是看在焦霸和二毛的面子上, 这老太婆应该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, 何况她还坐在轮椅上呢? 翻过围栏, 正探在离轮椅三米远的地方停住, 看着轮椅上的老太婆, 对上老太婆那张笑咪咪的满食者的脸, 正探总感觉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。 小黑探啊, 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吧。 正探没回答, 也没法回答, 只是看着这老太婆, 等着她接下来的话。 作为一只猫, 是不是很辛苦? 老太婆依然摆着那张笑咪咪的老脸看着正探, 而正探现在感觉后脊凉凉凉的, 这老太婆看出什么来了? 在正探浑身紧绷的时候, 轮椅上的老太婆缓缓将视线挪开, 语气平稳地说道, 听说过一个故事吗? 有位老蝉师晚上在蝉院里散步, 看见院墙边放着一张椅子, 他明白肯定有人违反四规翻墙出去了, 但他没有生长, 而是走在墙边, 移开椅子, 在原本放椅子的地方蹲下。 没多久, 一位小和尚翻墙而入, 黑暗中踩着老蝉师的背脊跳进了院子, 当他双脚着地时, 才发现刚才踏上的不是椅子, 而是自己的师父。 小和尚惊慌失措, 以为老蝉师会训斥处罚他, 只是出乎小和尚意料的事, 老蝉师并没有历生责备, 也没有处罚, 只是以很平静的语调说, 夜深天凉, 快去多穿一件衣服。 很凑巧, 这个故事政探听过, 焦妈看一本教育学书籍的时候, 还跟焦爸讨论, 他们将这种称为太极式教育, 好似太极, 化问题于无形, 此时无声胜有声, 于无声处听惊雷, 师父的平心静气, 却让弟子内心惊雷阵阵, 由揭发走向自发, 由他治走向自治, 让犯错的人有尊严地去发现问题, 改正错误。 只是, 在这种情形下, 正探总觉得这老太婆的话定有一番深意, 难得糊涂啊。 老太婆说完最后那句就闭上了眼睛, 似乎不愿意再说话了, 准备休息。 听到最后那句话, 在联系之前的故事, 正探心里凸得一跳。 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, 对难得糊涂这句话的用意语境也不同, 有的人用以嘲讽, 有的人用以自修。 而老太婆这句话, 很明显点明了一件事, 有些人是明白的, 你就算装, 也只是装给其他人看。 正探不是这合格的猫, 就算到现在他也把握不好那个度, 一不注意就会表现出远超其他猫的一些细节, 比如十字, 比如打电话, 比如认地图等等。 而知道正探有这些能力的, 不止一个人, 骄霸, 小柚子, 二毛, 方绍康, 魏灵等等。 论智商, 正探远远比不过周围的很多人, 他思维迟钝些, 一些事情在过后才会想通, 而在正探周围很多人, 或许早就已经发现不对劲, 也或许已经往某些人们觉得匪夷所思, 却接近真相的方向想过, 只是大家平日里相安无事, 知白守黑而已。